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,北极圈内的冰盖继续在融化和缩小,为扩展航运和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机会。 中国虽然距离北极遥远,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。 近年来,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,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,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。 中国在这项努力当中,得到了极力航运技术的领先者,北极国家芬兰的帮助,包括由芬兰为中国设计建造破冰船。 芬兰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帕科·托瓦里少将对美国之音说,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运作能力十分有限,因此会谋求跟该地区国家合作。 她说,北极距离中国大陆遥远,他们对那里的环境很不适应。 我想中国人明白,为了能在北极地区运作,他们必须跟北极当地的国家合作。 这些国家在那里运作了几百年之久。 除了芬兰、挪威等国家之外,俄罗斯也是中国谋求合作开发北极资源的一个伙伴国。 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今年1月说, 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,中国未来将超越俄罗斯,可能成为北极资源的一个主要开发国之一。 她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,在审视北极问题时,不能只看到俄罗斯的角色, 还要以战略目光审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长远意图。 近前年来,中国默示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,引起美国国会、军方和行政当局的戒备。 来自美国唯一地处北极的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, 今年1月对美国之音说,中国2015年派军舰进入阿拉斯加州美国领海, 显示北京在北极地区也可能不怀好意。 五甲道楼应该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野心给予更多的关注。 芬兰国防军少将托瓦里说, 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行为相当温和, 但它在其他海域多多逼人的举动,令人对中国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。 他说,芬兰总是对有人违反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感到忧虑。 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际合作机制, 以便各方都遵从大家一起制定的法则。 今年五月,芬兰将从美国手中接过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责任。 中国已经取得了这一理事会常任观察员的资格。 托瓦里少将说,芬兰将利用未来两年担任主席国的机会, 努力营造一个协商与合作的氛围, 跟中国等观察员一道,共同维护北极的和平与稳定。 他说,是的,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参与者, 有像中国这样的观察员。 我们的一项工作是增进与这些观察员国家的合作, 让他们加入有关的讨论。 托瓦里少将还说,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。 芬兰国防军将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, 强化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应激能力。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,华盛顿报道。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,华盛顿报道。